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十二 年轻女子惨遭杀害 身份特殊令人唏嘘 这个女士是有声誉的 警方追击胸前落网 凶手竟是枕边之人 不堪回首的过往 另一神秘男子的忽然现身 到底是什么 让昔日情侣走向绝境 错爱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2014年4月2日 贵州省同仁市碧江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 一船夫打捞垃圾时 在灯塔办事处吴家湾渡口的河边 发现了一具尸体 接警后警方立即组织各方警力赶赴现场 这时附近的群众已经聚集到周围 并恐慌地试图了解情况 在线上看到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的头部和脚部 都是用蛇皮口袋给照住的 而且尸体的双手是被笋子捆绑住 放在胸前的 随后经法医鉴定 尸体为女性 以高度腐烂 头部多出窗口 确定为踏杀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当时法医检查这个尸体是一具女尸 而且这个女尸是有生孕的 怀孕的 那个胎儿都有八个月大的样子 然后就排查那个尸中人口 女性的尸中人口 在村子里排查 但是经过排查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线索 排查出线索 为了查明死者的身份 警方采集了其DNA进行比对 令人意外的是 死者的DNA竟然与一名有骗婚记录的女子 比对成功 这不禁令人怀疑 难道这个有前科的女人 是被仇家所杀吗 经过警方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试检 最终确定死者身份 死者侯某年轻二十四岁 碧江区黄振龙井人 曾因骗婚被判刑 而且侯某还是一名孕妇 腹中胎儿已有八个月大 快胎八个月 如若生产孩子已经可以成活 可如今却一尸两命 不禁让人感慨凶手如此残忍 那么到底是谁会向一名孕妇下次毒手 死者腹中孩子的父亲又是谁呢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潮东 侯某怀孕整整八个月 被人残忍的杀害了 正当人们为侯某和他腹中的胎儿 感到惋惜的时候 警方的调查有了重大的突破 原来侯某在生前和唐某是同居关系 那唐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而且随着警方进一步的询问 得到了另外一个 让人感觉到非常有震撼力的 惊人的秘密 那到底是什么秘密 我们随着记者的镜头来看 河边发现了女尸 这样的消息不仅让周围群众倍感恐慌 大家纷纷要求民警们尽快破案 来平息不良情绪 办案民警展开全面调查后 不到24小时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我们就从这个实在的人际关系来进行开展 侦查工作 通过大量的侦查和的排查 确定了一名嫌疑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这名嫌疑人就是唐某 警方发现侯某当时的男友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2014年4月3日 办案民警在灯塔办事处马延村某一专场内 将正在专场打工的犯罪嫌疑人唐某控制 当时我们抓到这个嫌疑人过后 对他进行询问 然后他说他与这名死者是那种男女朋友关系 警方了解到唐某31岁 与死者确为情侣 唐某称侯某和他同居有一年多 两人春节的时候甚至准备结婚 但当警方问到有关侯某被害的情况时 唐某却坚称自己一无所知 他说女友生前与自己同居时也曾经多次离开 因此对于侯某的死因他并不知情 侯某也不是经常对他同居 他是居住一段时间可能会出去 当时这名嫌疑人心理数据也是比较好 经过几个小时的询问都没有什么进展 这种案子没什么进展 警方对唐某家进行了现场勘查 发现唐某房间有打扫清理过的痕迹 同时警方在唐某和侯某卧室天花板上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就算我们进行训问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小组也在开展 侦查过程 就在这名犯罪嫌疑人家中进行现场勘查 就在他的卧室发现了一个案子有关的线索 虽然这名嫌疑人经过了处理 就是用了纱布把那墙上的血迹给抹了 但是在那个天花板上 就是那个天花板上还残留着有一些续迹 我们侦查人员 或是证据过后心里有解了吗 确定了这名嫌疑人 以为这名死者是有关的 不害怕才怪 咱们会不害怕 做了以后肯定害怕 面对证据 唐某队杀害侯某并抛尸的犯罪事实 供然不贵 据唐某交代 他对女友侯某爱之深切 常人也许并不理解 走到如此境地也并非如他所愿 曾经的恩爱情侣 为何会走到如此绝境 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得从2012年说起 那时的唐某已开出租车为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比自己小七岁的侯某 第一次接下来我拉客了 他坐上车的时候 我们聊天聊天了 开出车的人都是这样 他聊天聊天来都愿意 留电话了 他问我电话我就留了 两个人在车上聊 感觉双方都还可怜 聊得来 相互的留了电话号码 我感觉很骗 别人感觉像不骗 我不知道 我自己感觉骗 侯某坐了唐某的车 他们彼此第一印象也都不错 刚好第二天侯某也要用车 就约了唐某第二天来接他 后来到夏老师接一天 接一天 接一天我打电话问他 在哪里 他说在哪里 后来我在那个场景楼上 去接他 就这样一来二去 侯某与唐某很快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后来两人一直在一起同居 感情也不错 因为唐某在认识侯某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如今遇到了心爱的女人 这让他分外珍惜 但是同居很长一段时间后 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 唐家的父母也想早点抱孙子 于是唐某便和侯某去医院做了检查 唐某帮助侯某治病花了一两万 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 侯某的病治好了 2013年8月 侯某发现自己怀孕了 唐家人都非常高兴 侯某怀孕后 唐某提出了想结婚 可侯某却一直没有答应 2014年年初 唐某一家还买了新的家具 希望他们早点把婚结了 可侯某却依然没有同意 也就在这时 侯某告诉了唐某一个惊人的秘密 他说小孩不是你的 他说小孩我拿到你家身 我说行 没事 我也没什么反应 起初唐某并没有相信孩子不是自己的 以为是侯某 只是不想结婚 骗他而已 后来侯某斩钉集体地说 孩子的亲生父亲另有欺人 是自己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名叫仁某的男人 那个男人并不在本地 住在石前 比他们这里有一百多公里 那个男孩子我们也没见过 那么人的情况我一点不知道 有时候上网跟人家聊天 有可能就这样 上网 他在上网我在跑之后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放出来的时候 每天都要给他电话 我说我许子不想跑了 那个时候我都要打电话给他 就这样两个人在一起两年就这样的生活 唐某后来想想也有可能自己平时开车 从来不过问女朋友在家干什么 所以才对女友的另一段恋情毫不知情 但他觉得自己还是很爱女友的 不想失去他 他做出决定 如果侯某愿意留在他们家 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他也愿意抚养 他当时还没跟我 不知道什么 他是同样小孩子在我家生 为什么唐某宁愿养别人的孩子 也执意让侯某留下来呢 原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他怕如果侯某不在他们家生孩子 人们就会怀疑孩子不是他的 他怕村里人的议论 也希望父母能完成心愿 他也是31岁了嘛 家里面父母年纪比较大了 很想有一个孙子 我年纪已到这个位置了 找女人也很困难了 我说你能不能把小生来我们家 我父母已那么大了 早就已经想把孙子了 我说能不能满足我们家的一个愿望 他就是想 他这个小孩生在他家里面生 就是后继有人 唐某平时为人老实 也不爱说话 父母完全不知道 儿子和女友之间的问题 在侯某怀孕期间 唐某的母亲还多次带着侯某去医院检查 看到父母想要抱孙子 唐某反复要求侯某在自家生孩子 后来侯某终于同意 答应去和石谦那个男子做个了断 回来好好的和唐某过日子 他跟我说 他说他上面把那个男孩子扔掉 扔掉我说你去嘛 我在工厂里面放帮 我又没时间去和他去做那些事情 我说我又不 我说我去参与给你那个事情不好 我说我这上面我等你的消息 他就自己上去 然而侯某这次一别多日 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唐某感到事情蹊跷 于是便打电话给侯某 让他早点回家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电话打完 一切都变了 结果我就发现 3月8号那天我打电话上去 我就感觉 我好 他反正做什么苦心事 我心里好像有个不舒服的感觉 3月8号那天真的是不舒服 他上去的时候叫我不要打电话 我说不打电话 3月1号上去的 到3月8号好用 我有时候打 有时候就不打 到3月8号那天 我就感觉心里很矛盾 就是打电话上去 我感觉人很惨了 果然被我猜中了 他在上面办了结婚券 对吧 我感觉心 他出了什么事情 我心里感觉好像都很矛盾 就这样 那果然就出错了 他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了 电话里的鞭炮声让唐某怀疑 侯某是在举办婚礼 同时侯某说三天后回来 这更加让唐某怀疑他在十千白了酒席 因为当地的婚礼风俗就是办婚礼到三天 三天之后才能走动 唐某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 于是不停地催促侯某回家 三天后侯某真的回来了 他跟我了断了 他说这个小孩是人家的 我肯定要上去 我求他不要 我说你以前答应过我 小孩留在我这里 他说 他就说 哪怕那个男孩子不要这个小孩 他也不会拿给我扶养 至于回来就变卦了 唐某没有料到侯某回来后就直接和他提出了分手 而且还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尽管女友态度如此坚决 但唐某却一再表态 自己不介意女友腹中的孩子不是自己的 甚至还苦苦哀求侯某不要离开 晚上争执过后侯某睡下 但唐某却越想越无法想通 看着身边这个熟睡的女人 他突然拿起屋里的砍刀 讲深爱的女人 砍了过去 没有心理准备就下来聊手 你要是有心理准备 你可以跟你就下来聊手 我也睡着了 睡着了就是说 好像好几句说 人家好像梦游的意思 感觉就从不对头 就这样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拿起来就做出这样的事情 没什么想法 拿出来就做 看着他就是和某 做起来 他说了一句话 怕你怎么这样对我 然后又躺下去了 好像就是睡觉那时候 睡觉就在你走空间 那样动你 好像就是那种 头脑好像那一下盲目的感觉 他自己说 他当时是不是什么的 就又看了去的 然后确定这名死者 确定侯某已经死亡过后 就把这名死者 侯某的尸体背到自家的船上 然后POSE活动 那样的网上奇怪了 我网上一般很少 起来起义的 那样的网上刚好起来起义 就做出那么成本的事情 他喜欢的 就是错误就是错误在这一位 成本的相信他 不闻不闻 今天的故事充满了太多的 不寻常和各种各样的意外 当然呢 如果您看到这觉得已经很意外了 那么错了 后边还有更为意外的事情即将发生 我希望大家呢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随着我们故事的不断的进展 您慢慢的跟我们互动 两位嘉宾介绍一下 流明律师 王剑一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我们看到这唐某非常有意思 他是一个口口声声 一直说 在爱着自己的心爱的女人 侯某的那个人 然后甚至于愿意 为了侯某去养别人种下的种子 但是最后 他就走上了一个极端的道路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因爱成恨吧 因为他深爱这个女人 那个下跪相求 那么当这个女人 就是不同意的时候 我相信他心中会有一种无名的怒火 这个怒火 我相信也是积聚了一段时间 所以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也许这股怒火 就在他所形容的那种 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就出现了 爆发了 当然这些东西可能还得要 这个法律方面进行鉴定 到底是激情犯罪 还是故意杀人 对吧 但是呢 他陈述的 自己岁数大了 希望有个安稳的家 以前有个婚姻 不幸福 然后现在就想继续和深爱女人在一起 还是合理的 对 除了今天的故事 让人感到太多的意外 实际上还充满了遗憾 你看这叫一尸两命 大人应该说罪不至此 那孩子更是无辜的要命 那这样的一个情节 是不是对侯某 对唐某最终的量刑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唐某首先 他显然是构成故意杀人 但同样是故意杀人 不同的犯罪原因动机 处罚结果是不一样 这叫量性情节 原因卑鄙 动机卑鄙 就要从众 反制 就要从情 那有人就会认为 唐某的犯罪动机原因 就知道同情 不能忍受爱的屈辱 一怒杀人 激情犯罪 情有可原 但是这种观点 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歧视 作为女性 她有不爱的权利 有选择的权利 不论任何原因 你付出的爱再多 也并不意味着 他就一定要忠诚你 你就可以占有他 即使他行为放大 博情寡义 你可以憎恨他 离开他 但你没权利伤害 甚至剥夺他的生命 对 所以我们不能用感性的认识 去冲击法律理性的地板 否则是非对错就模糊了 社会导向就没了 而且最无辜的 是这个没出生的孩子 八个月大 对 他动辄熊熊一尸两命 后果确实很严重 药仪法成处 对 刘明律师您说的是本质 我关注的更多的 还是表面现象 你看唐某 他不管怎么说 对侯某是一往情深 而侯某是脚踩几只船同时的 是吧 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背后到底还有哪些 不正常的现象 还有哪些 我们想不到的那些意外 我们接着看 侯某感情的飘忽不定 让曾经深爱他的男友唐某 彻底失去了理智 年轻24岁的侯某 和父中八个月大的胎儿 被一起杀害后 扔进了冰冷的河里 而31岁的唐某 也被警方依法逮捕 唐某到现在还一直坚信 或许自己在哀求一下女友 说不定女友还会留在他身边 他后悔杀死了女友 他想知道为什么女友会如此对他 但更想知道女友会和最终选择了十千男子 侯某平日里都是在唐某家一起居住 那么他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十千男子 又和他在一起的呢 原来侯某和十千男子在网上相识后 便时常会去十千找他 并且在他们家住一阵子 在这期间 侯某会对唐某谎称 说自己外出办事 他有时候一离开 去年车走 我原本就走 原本就走 没转走家 原本就走 他跟我说 他说他到十千开门面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 我又不去查他 你很相信他 我很相信他 他说到十千开门面 我就相信他 后来他说到门 他开门面 他说 十千资金周转不过来 他说要五千块 自找嘛 回来我们家 拿一拿五千块 给他嘛 侯某一直找各种理由 说自己要出去 唐某也从未怀疑过女友 出去到底去干什么 在和唐某同居的那段日子里 侯某经常会外出一阵子 在家的时候 也并不工作 我跑出自习来 有时候 我睡觉睡了十一夜 他就先起床 起床 他说我去哪里 他说我带你去吧 大牌看电视 就装灯 我不是五两钟起班 我说四两钟要起来 有时候肯定起床 要床 我说我想四两钟 你按时到四两钟打电话给我 叫我去床 万一不要耽搁事情 他每天就是这样 四两钟打电话给我 我自己去跑车 跑到车跑了 我跑到十一夜 都是他打 他打拍不打了 先打电话 我就接他 接他然后休个夜 休个夜他先去睡了 我再跑一厢车 我再回家睡觉 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过来 他去做什么 我从来不问 在两个男人之间 游走了一段时间后 侯某最终还是决定 离开唐某 和经济条件较好的 十千男子任某在一起 警方了解到 侯某在十千和任某 的确举办了酒席 他遇害时 仅仅是他们新婚的 第四天 任某今年28岁 和侯某在网上相识后 两人就发展为恋人关系 2014年3月 他们办完酒席 侯某就离开了 对于唐某的存在 他也一无所知 他和唐某一样 也只是知道 侯某总要离开 说出去办事 对于唐某和侯某的同居 任某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后来侯某怀孕了 任某一家很高兴 就准备让他们结婚 那么侯某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 他又是怎样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的呢 警方翻开侯某的档案 发现侯某在两年多前 就曾经因为骗婚 被警方抓获 也就是在刑满后 侯某碰到了唐某 对于侯某以前的事 唐某都一无所知 爱一个人就要信任一个人嘛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一句话 就是信任才过头了 后悔就是后悔 自己的信任才过头了 为了了解唐某口中 这个深爱着的女人 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 记者来到了侯某的老家 见到了她的哥哥 侯某的哥哥说 侯某从小没上过什么学 十几岁就想出去打工 家里人也管不住她 从小侯某的事情 都是自己做度 自己偷偷地跑出去 我们在家里 根本就不知道了 白天说去赶集 她又没有回家来过 她又出去了 又出去一两三年 在家里的事情 她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跟她说不来嘛 说话不得太习惯 跟她在一起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男孩 她是女孩 我不喜欢跟她说话 也没有对我们说话 她从来不跟我们聊什么 我也不跟她聊吧 没有打我自己的电话 我也不知道她的电话吧 侯某的哥哥说 妹妹出去打工后 很少和家里联系 偶尔回一次假 她在外面 已经找了个男朋友 就有了小孩了 我们也不知道 她在外面干什么 侯某十七八岁 就在外面找了男朋友 后来还生了一个孩子 之后他们分手 家人完全不知道 这些年侯某 都经历了什么 直到有一次 哥哥接到一个电话 那边的男人 此称是侯某的男友 他说侯某因为骗婚被抓 要交钱保释 我觉得有点奇怪了 她不是在家里 在外面说打工吗 我怎么知道 她会出这种事 后来她新找了一个男朋友 那个男朋友 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 你妹妹已经被抓了 她说你也不拿钱出来去保她 我说要多少钱 她说要十五万吧 凭我 我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的 她说我们一人一半嘛 我说不保了 我也就让她待一两年嘛 一两年时间不算久 侯某哥哥的手 前几年遭遇事故被炸伤 落下的残疾 妻子留下两个孩子走了 哥哥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家 根本没有钱去保释妹妹 后来侯某的新男友交钱 解决了问题 可没过多久 那个男子又找到哥哥 说侯某与他分手 当时保释的钱 应该由哥哥来出 保释了 他也没有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了 他又另外找一个 他那个男朋友好像说 生气了 要你还这笔钱 你还给我 我说 你说去保他的时候 我说不去保 我怎么可能说要去 要我出这个钱呢 他说你不出不行的 他说是妹妹 我说是妹妹 她已经出嫁了 不是在我家里 她的是我根本不知道 之后的几年里 侯某也只是在父亲去世时 才匆匆地回家一趟 直到妹妹被害 兄妹俩 也有一年多没有相间了 当时有什么想法 他出事我不信了 他以为他犯罚了 犯罚是被抓了 我就不相信 不信是他去世 有时乱漂流的人 我就不得太清楚他了 侯某的哥哥说 他以前是见过唐某的 唐某还帮他干过农活 他对唐某的印象不错 这个人还可以 做事情还诚实 不像别人那么乱来的人 因为他们很好 我就不相信会被他所杀了嘛 因为我妹妹这个人 他常常在外面 我都不知道太了解他 如今唐某已经被抓 对自己一时冲动的行为 他深深后悔 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经过DNA的再次比对证明 侯某腹中被他杀死的孩子 竟然就是唐某自己的亲生骨肉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唏嘘不已 对此警方原本担心唐某 会无法接受事实 不想唐某却意外平静 而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只是忏悔了 除了后果还有什么心理 心理放毛 在监视里面不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那旁边那些人都劝我 有什么办法 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你怪人的谁 怪谁没有 只能怪自己 这就是一个冲冲的惩罚 全手杀死自己心爱的女人 和未出世的骨肉 对于唐某来说 除了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外 也许更多的是 内心无尽的忏悔和折磨 而曾经看似拥有 众多异性爱慕的侯某 在事发多月后 她的后事却也迟迟无人料理 先人家里面出钱了 他处理 他是冲家 他不是冲家 无常人就是处理 没有确定的 应该是他那边那个小孩 因为他男朋友有个小孩 应该是他说他弹 先这个话他不是 就要不光这么量 我肯定会出来 但是不光这么量 因为他已经就已经冲家了 不光这么量 我这个时候就处理 但是就是关于是 兄弟这一方面 因为如果说兄弟他应该随着一定的惩罚 他就是说 现在没有一个满意的道 就是说 就是说 他没有给我一个 好的一个交代 或者这么样的 因为我说 公民也没有 就是说 对得了一些公民 就是说 你有那些 不伤的话 我感觉这样的话 对公民来说是挺不公平的 要他说 他说 不出这笔钱 要他安葬的话 那是不行的 说不去的 我让你一命长一命 那觉得他死掉了 也不会活过来 我的想法呢就是 他自己跟他好好安葬一下 他肯定要受一点刑罚 也能够原谅他 你为什么能够原谅他 是觉得妹妹也对不起原谅吗 是的 当初我不想来 我也不好意思 再去跟人家说什么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唐某也最终将为自己冲动的行为 付出代价 我想今天这期节目的关键词 一定就是意外 这两个字 你看就这个唐某的身上 就有三个意外 第一个意外呢 是说 他知道啊 这个女朋友 府中怀的是别人的孩子 他说只要你跟我结婚 我愿意替别人来养别人的孩子 意外 二一个呢 他杀完了之后 最后DNA的比对之后 说这孩子是自己的意外 当得知杀的是自己的孩子 他应该感觉到非常的惊讶才是 他却显得非常的平静 更加的意外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意外呢 在唐某的身上 建议 我觉得他可能有爱的部分 有愚昧的部分 然后同时也有 他后来知道是自己的孩子 也没有什么惊讶的情绪 我觉得他是因为已经就是 都已经进去了 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犯罪分子 可能也十日不多了 等待审判 那个时候他再想更多的 于他来讲 可能也是自己一个沉重吧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出于一种 无奈之下表的这个态 但我相信他内心一定波澜起伏的 因为你想想看能不后悔吗 你想他做了这样的措施 然后他以后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心里是很清楚的 对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侯某应该是一个 对那个电视机前的女孩子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觉得他对男人 对自己都不够怎么样的负责任 是吧 他乱爱 错爱 我觉得这是导致这一桩案件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 所以连他哥哥都不太原谅他 实际上呢 我们在前期看今天的小片的时候 建一曾经说了一句话 说侯某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死亡的道路上 你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觉得他从他的经历啊 比方说出租车上认识这个唐某 然后就留地址 然后就同居 然后呢 还不老实 又认识这个人某 在这之前经他哥哥说 你看他以前的经历 当然说从他丧母啊 幼年丧母 然后呢 跟哥哥也缺少亲情等等 这些还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他后来的跟男人的交往 我觉得过于轻浮 有点水性洋花 和这个人皆可夫的味道 所以这样的女孩子 可能真的是走在死亡的路上而不知 最少这个结局应该不是特别的理想 我们来看看 众网友怎么说啊 这位说 我觉得啊 唐某本身性格有问题 一个男人为了感情 竟然愿意下跪 愿意养别人的孩子 性格也够偏激的 所以说他会最终做出杀人这么极端的事 也是迟早的事 再来看另外一位 说我挺可怜唐某的 因为我也曾经为了不想跟男友分手 给他下跪求过他 但是最终还是分手了 我男朋友说不爱就是不爱了 下跪也没用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绝情 在这呢 关于感情的事 我也想让刘平律师跨界一下 你是否理解这样的这种感情 不赞同 其实从他下跪那一刻起 爱情就已经荡然无存 这是现实 得面对 爱情确实很复杂 但是真正的爱情呢 它一定建立在尊严和平等的基础上 下跪爱秀可换不来爱情 即使勉强换来怜悯 那也是暂时的 结果一定是彼此的伤害 所以要想得到爱 首先得学会爱自己 对自己负责任 另外我在想 真正的爱情观的建立 它有时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 社会也有责任和义务 我们说爱的感受 直觉 这个是与生寄来的 但是爱的能力 它可不是天生的 它也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实践 但是我们社会恰恰缺少这种爱的教育 侯母其实它就是一个例子 你看它缺少爱的教育 爱的家庭 于是它不断的自我实践 对吧 自我实践过于草率 那不就是乱爱吗 是吧 对 但是它并不清楚爱 但是它寻找爱 它寻找的名义是爱 实际上不是 所以你看它内心有冲突 它行为混乱 它身处困惑 最终被爱情给毁灭了 对 这个你看我们婚姻法规定 女性20岁就可以结婚了 但是20岁什么概念 刚刚高中毕业 高中是不认识你谈恋爱的 那是早恋 而且高中时也没有更多爱和性的教育 婚姻爱情是多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空白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结婚了 母亲报警 女儿离奇失踪 孩子父亲却给出了不同答案 我把女儿弄死了 我妈带着 你确定是你妈带着 对 女婴失而复得 电话疑点重重 我这是把女儿找到了吗 对不起 警方不放心继续调查 发现事情另有蹊跷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被揭开 窒息的亲情 热线失耳 明日不吐